7月8日由自然资源部南海生态中心 和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 共同编制的仁爱礁非法坐摊军舰 破坏珊瑚礁生态系统调查报告发布 报告显示 菲律宾军舰长期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仁爱礁非法坐摊 已经严重损害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稳定性和持续性 1999年5月9日 菲律宾一艘军舰在仁爱礁非法坐摊 25年来非法坐摊军舰的船体袖拾严重 涂料剥落 船上人员持续向海中排放生活垃圾和污水 长期进行捕捞活动 近期还企图对该军舰大规模维修加固 以实现对仁爱礁永久占领 2024年4月至6月 自然资源部南海生态中心 联合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等单位 对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 进行了调查评估 根据仁爱礁情势 现场调查距离军舰最近约500米 调查发现 一是仁爱礁的造礁石伤浮覆盖面积大幅下降 与2011年相比 2024年整个礁旁减少了约38.2% 军舰周边搬进400米范围内造礁石伤浮覆盖面积减少了约87.3% 二是军舰周边存在大量珊瑚礁碎块和死亡的珊瑚 三是西湖坡处的造礁石珊瑚覆盖率仅为向海坡的28% 四是大型底漆无脊椎动物总群结构出现失衡 五是所有调查站位的海水样品 均检出了重金属 拱 铜 铅 铅和活性磷酸盐 50%的站位表层海水样品 检出了油类 以上含量均显著高于军舰坐舱前的相关历史文献记录 六是现场调查过程中发现 很多福利宾渔船持续在仁爱礁卸湖周边活动 在水下或水面存在大量渔网 渔线 特殊渔具 塑料瓶等各类人为气质物 还发现带有产自福利宾标识的气质物 在军舰东西海域 有一张高度约5米 长度约300米的气质渔网 部分覆盖长老在珊瑚上 珊瑚大片死亡 在军舰附近还有两个斧头 持水下固定处 珊瑚已经全部死亡 报告指出 导致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 遭到破坏的主要因素 是菲律宾军舰非法座谈及其相关联的人类活动 一是 军舰在坐舱过程中对胶旁产生剧烈撞击 切割和摩擦 致使船舶搁浅轨迹区内 珊瑚礁和大型抵制生物遭到毁灭性破坏 形成的大量珊瑚碎块在船体周边堆积 受海流和波浪作用 这些珊瑚礁碎块和碎屑覆盖或掩埋了附近的珊瑚和底气生物 珊瑚礁碎块的方滚还阻碍了珊瑚幼虫的附着和生长 对周边珊瑚造成其次破坏 二是 军舰的锈石破损 以及非舰船人员和非渔船排放非油废水 焚烧和气质垃圾等 导致仁爱胶海域 重金属 油类 活性磷酸盐 含量异常升高 或引起珊瑚组织受损和代谢异常 或阻碍珊瑚体内虫黄藻光合作用和气体交换 或降低珊瑚免疫力抑制珊瑚防殖 军队珊瑚的健康生长造成了长期性危害 珊瑚非渔船和建设人员在渔业活动中 弃制的渔网渔线等 会造成珊瑚折断死亡 捕食困难 营养不良或易受细菌感染 还会造成鲸豚类 海龟等大型动物物食 或被肠绕致死亡 渔业活动也使得胶躯 甲鞘类 双壳类 腐竹类等 经济性生物 锐检 李团界表示 菲律宾应将非法坐滩军舰轻走 消除污染源 避免继续对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 造成持续性和累积性危害 根据调查评估 非方军舰长期非法坐滩 以严重损害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 多样性 稳定性和持续性 非方应将非法坐滩军舰轻走 消除污染源 避免继续对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 造成持续性 累积性危害